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天下第一奇山的美城 黄山原来并不叫黄山 而是叫做伊山 相传上古时皇帝曾在这修炼仙丹 并最终成仙而去 后来好大的唐玄宗 便将此山改名为黄山 然而黄山得以名扬天下 还是靠了文人默克的大力宣传 唐代大使人李白有诗云 黄山四情人三十二联锋 丹崖加石柱 汉旦金芙蓉 黄山放轮挺拔 勾鹤又深 又是兴到盛地 众多文人默克频频公固 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明代女行家许侠客 五月归来不看山 黄山归来不看月的高度评价 也使得黄山的名声更加卓著 那么黄山的奇爵之名又从何而来呢 黄山最著名的是它的四爵 黄山 奇松 怪石 云海 温泉 来黄山 必看四爵 黄山松遍布沟壑 迫石而生 盘结挺立在峭壁上 点缀着如画的黄山 黄山时的形状酷似飞禽走兽 情趣无穷 黄山云海 散布于山湾间 随风而动 千变万化 俄罗多姿 而黄山温泉则以水温适中清澈透明终成 今天黄山的美景不仅登堂入室 还迈出国门 随着中国人的脚步走向越来越远的世界 黄山温泉